阿士再開殺戒,韋哥拆爆,有病就去看醫生 其實我挺想去想一些專業的演藝訓練 但對歷史的人真的沒什麼興趣 相信那些被解僱,還未解僱的藝人都是這樣想 可惜阿士武王正正就不是 聽說的規矩還越來越多 不知缺席要解僱,連遲到三次都要 如果有妄想症或強迫症,就趁早看醫生 你不會想,如果你是阿士 對不起,真的不會 你真是醜了 我相信我捱不到今天 有些藝人可能真的捱不過明天 因為現在連有阿士藝員繼續缺席上課 有傳阿士會在明天向缺席的藝人開刀 包括亞姐出身的他們 和TVB低濕已期,叫完訓練出身的他 浩俊昨天說,有些課是因為有工作在身 但有些是因為理念不同,所以缺席了 如果我是想做management的工作 或者我要做營運那方面的工作 那我不需要在選擇阿士做一個博士人 我有自己的選擇,我有自己的原則 我有自己的堅持 我覺得是不對的東西,我不可以 掩著良心去附和出現富製,附和你們 還說不明白為何全勤勤的人可以加工 他們只是做份內事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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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